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不朽覺醒 Emoto Awakening 那旭哥今天來做這遊戲的最強職業推薦 好來講這遊戲呢四大職業的完全攻略 那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關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還有禮包嘛禮品嘛對換嘛 遊戲的虛寶序喔獨家最新的 那他這個就是遊戲的服裝也都很華麗啊 先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像這個妹子 有沒有可以展示他的衣服 夠大吧 看到這哪一隻 可是看到這個歐派你就覺得很讚了 好 就想要玩了嗎 好那我們就進入攻略啊 太香了 大家比較喜歡哪一套衣服啊 這套好像不錯 好像比較喜歡白色的 好我們進入攻略 Let's go 那這個遊戲呢總共分為四大職業 分別是野蠻人 然後巫師 巫師乃很大 好很讚 再來是這個夜魔人 也是個妹子 然後再來是亡靈法師 亡靈法師是個帥哥啊 這個有四大職業 那野蠻人的話呢這個是比較偏坦的職業 他是近戰然後輸出然後生存 他主要在這個生存和控制力很強這樣 他主要是偏坦的角色 然後他有技能組就是像旋風斬啊大地燃燒 然後這個地獵斬 賢主之魂這個都可以在這個界面去做預覽 去選這個角色這樣 也蠻人還蠻帥氣的也蠻人 再講一下巫師 哇巫師 巫師他主要是這個輸出型的角色 他在控制和輸出都非常優秀 然後他是遠程的角色 遠程輸出控制然後 重點是呃難很大 就決定選他了 那最強職業推薦的話 旭哥也是比較推薦巫師啊 巫師他有這個煙火之靈 然後雙之星星這個技能組 隕石就是從空中就是打下來這個隕石 再來還有這個寒冰裝甲 技能組都很華麗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獵魔人 獵魔人也是就是開局最強職業推薦的其中之一 雷烈魔人最主要是這個 機動性很強 然後他的輸出也很棒 控制也還不錯 他是遠程的角色屬於爆發型的 然後位移 那這個是使用穿透劍 他的技能組穿透劍還有這個復仇劍魚 就是打出這個一排的劍魚這樣 再來還有這個螺旋劍 螺旋劍是往前這樣衝過去 還有這個爆炸陷阱 也是個妹子那不錯 當然巫師比較香一點 怎麼看都是巫師就是這個穿這樣就贏了 好那最後一個是這個 亡靈法師 亡靈法師呢是遠程生存 然後他是比較偏輔助型的角色 他是玩輔助的 你喜歡玩輔助型的角色的話 這隻可以考慮 他在輔助方面很強力 那其他方面都還OK這樣 我們看一下技能組他可以召喚出這個寒冰魔像 寒冰魔像就是輔助型 然後可以幫忙打這樣 再來這個絕對領域 絕對領域很像在看那個什麼 以前那個 KOF有沒有 格鬥天王 那個絕對領域 再來這個駭骨之魂 駭骨之魂 也是他技能組 最後一個是生死輪迴 他的技能組也都蠻華麗的 那旭哥覺得這個蠻帥氣的啦 但是旭哥還是要決定 終於自己的本能 我們決定選這個妹子 夠大 很香 他還會給一些符號 那我們就是旭哥手遊攻略 夠大吧 夠大我們就開玩了 就是要夠大我們才會覺得想要 想要用啊這個角色 他是蠻華麗的一個遊戲 前面可以看劇情我們跳過 懶得看 這個就是他的 哦這個介面還蠻漂亮的 又一下小女孩 前面就是銀帝 怪物沒衝過來了 怪石融技們 這些怪物流言不斷 兄弟們別放棄 幹掉他們 開門 在殺光他們之前 我們都跳過了 技能組真的都還蠻華麗的 那我們就來解任務啦 人家在玩什麼暗黑破壞神那種的 不能預告 再拿獎勵 我都怪物 領取了 衝啊衝啊 我好害怕 他的衣服還真漂亮 華麗 他把怪物引到了那邊 衝衝衝 他說在太陽升起來的時候 他就會回來 我要在這裡等他 父親呢 我就知道 他是最勇敢的戰士 我也要成為父親那樣英勇的戰士 這是技能 一鍵升級 玩起來蠻輕鬆的 我 介面算蠻簡潔的 打 應該坐在這裡 看看這次流淡的復生王朝 現在就一萬多了 我一直可以看到歐派 我們決定要來看歐派了 可以掛機 掛機的話可以輕鬆玩的 暴力飛翅潛 我們要來看歐派了 我們要來看歐派了 那巫師其實清起來 這個 法師啊 法師清起來很快 就這樣放置的這樣打 就輕鬆的可以推了 放置輕鬆玩 技能組 一鍵升級 快躲開危險區域 陪這條擊中 會長時間眩暈 等級的升得很快 快躲開 通關成功 好 那今天這個攻略就錄到這邊 這個最新的這個攻略 最新的手遊攻略 可以看歐派的這個遊戲 好 那我們就下一見了 記得訂閱序哥頻道 看序哥手遊攻略 我們下一見